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绍美食的时候 今天去哪里? 你看看我的巴士 118 刚下车 又来柴湾 有些人叫他紫湾 很好笑的 我们去紫湾 我说是什么? 紫湾 那时乘地铁很好笑 我说这里是柴湾 紫湾 这就是一些笑话 今天我去吃什么呢? 去喝茶 不过这家店很搞笑 他叫你不要来 为何呢? 名字叫东来楼 为何呢? 是东来楼 即是叫你不要管 都是一些笑话 轻松一下 我现在就走去 其实前面那间 德星海鲜酒家 有人说给我知道 很好吃 但我又想一下 这间东来楼 其实都是新开的 先去试这条 始终那间德星 都是不错的 当然这里 都是有买叉烧 我看看买不买 始终都 事好事坏 有时的东来楼 都很难告诉你们 行不行? 别说了 我们一路继续走下去 其实这里在屋邨里面 应该在这里转进去 我可以慢慢找一下 财路是沙煲 你很难得看 你还要不要买到 房子里面 都要不要买了 你还要把房子 还要买到了 你还要买到 在家里面 因为你都没买了 segur 不买到 突然繞了一個圈 其實剛才走出來已經是東內樓 不說了,暈吉 上去再和大家慢慢聊,就是這裡 好,進來坐下座 當然我們現在是午市時間 價錢小點18.8元 中點23.8元 大點27.8元 特點31.8元 頂點36.8元 星期日價錢當然會貴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點心裡面都種類繁多 老婆現在在畫,看到嗎? 我就找這張影 它有立腸卷,暫時我看到 還有一些午市的飯餐等等 亦有一些特別的點心 叫做精心精選 這個是特別一點,譬如金粟花枝餅 另外還有上湯炸粉果 這個很少,外面很少可以吃 所以這些我們先看看 這些給一些特別的食物 這間叫東來樓 剛才我們運了一個大吉 不要緊,其實走過來也很近 坐了一百六車,轉個彎就到 不用走到新季記那邊 走前一點,過了回風 然後轉左已經是 我就走過冤枉路 不要緊的,我們等這些食物來到 再和大家慢慢聊 一開始我先說這個皮蛋獸肉粥 屬於終點,價錢23.8 這款粥來到,尺寸就不是太大 只是屬於一個普通碗仔 大小小小的尺寸 容量,我想250毫升左右 裡面的份量也很多 包括皮蛋,瘦肉,鹹蛋都有 粥底也比較綿 而且真的比較稠 所以老婆說,不要說了 我最欣賞它是夠熱的 很少粥,到現在拿出來是夠熱的 這裡也數一數二夠熱 瘦肉來說,不是比較滑 比較粗 你看看,有點像瘦肉粒 醃鹹了,所以把水分扯乾 所以會比較硬 這款粥的容量,23.8 略然會比較貴一點 但總算它夠熱和好吃 所以,不錯,不差 這款是蟹子燒賣 屬於特點,31.8 一籠有四粒 這款燒賣,尺寸不是太大 但我最欣賞它是切肉 還有,蝦的份量也不少 咬下去很爽口 跳尾跳得很好 當然,菇香味就沒有了 它也沒有什麼香菇燒賣 我覺得這個挺好吃 而且皮不厚 這次的皮很棒 上次大陸吃的柱香樓 嘩,真的不行 皮厚到媽媽都不認得 說真的,除非包餃子 否則皮怎麼會這麼厚 這個皮就剛剛適中 口感咬下去 豬肉有大牙口感 有油香味 肥豬肉比例最少有三七 四六未必去得到 但我覺得已經很好吃 但豬油香味因為不夠 如果加一點豬油下去,更加好吃 蟹子來講,蒸得也剛剛好 已經算過了一點 但我覺得也不錯 挺好吃的 三十一塊八這個價錢 完全不貴 這碟是鮮蝦腐皮卷 一碟有三條 每條剪開一半 總共有六塊 屬於大點 價錢二十七個八 其實今天也有少少選擇困難症 本身在煎炸食物方面 我也想選擇 沙律明蝦角或者鮮蝦腐皮卷其中一項 不過後來看到餐子裡有一張叫做精心精算 看到他做的鮮蝦腐皮卷的買相 真的相當不錯 所以我最後來選了鮮蝦腐皮卷 因為平時吃鮮蝦腐皮卷 有些地方是會夾雜著些蔬菜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如果純粹只有蝦肉和腐皮 就會好吃很多 這裡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拿到上桌的時候 買相就沒有餐單上拍的那麼飽滿 還有逼油的功夫 看到碟底雖然沒有佔一張索油紙 但是煩油光的程度十分之厲害 只是這個位置已經覺得非常之多油分 但是幸好吃進口的時候就不太過 而腐皮做完之後的效果相當滿意 是很脆口很夠薄 蝦肉方面雖然放得比較少 但是吃到蝦肉有鮮味和夠爽淡 調味都尚算不錯 整體上其實這碟鮮蝦腐皮卷 咬下去的味道和口感都相當不錯 最後一碟鮮蝦腐皮卷 會將鮮蝦腐皮卷的味道和層次提升多一個 這碟是懷舊魚翅餃 一龍有四隻屬於大點 價錢27.8 唯一見到有懷舊魚翅餃 當然是喊了很久沒吃過了 還有很多市面上的酒家或者酒樓都沒有這個點心 差不多已經是成為過去的點心 這個魚翅餃其實看見外皮 都是跟以前吃的魚翅餃的顏色一模一樣 是奶白色的 還有夠薄 差不多已經看通透裡面的餡料擺放的位置 主要餡料裡面都有豬肉、西芹、甘筍、芫荽和粉絲 吃進口的時候最突出的味道居然就是西芹和芫荽 而豬肉的味道夠鮮 還有不算太瘦 咬下去有肉汁、有彈性 甘筍調配了 不是很多部分在這裡 所以吃起來甘筍的鮮甜味就不太突出 但是整體上 蔬菜汁、肉汁都很豐富 吃進口的時候都感受到有粉絲的存在和彈性 這個懷舊魚翅餃真的做得不錯 因為有時候在別的地方試過吃魚翅餃是比較粗和細隻 蒸完之後的效果是比較結實和乾身 吃進口的時候就會覺得比較飽肚 好像吃了一塊很大體積的肉類在肚子裡 而今次就享受到裡面的餡料 採用到比較新鮮和多汁的部分 調味方面是挺好吃 吃起來也夠熱 整體上是很滿意 好 接著說說這個精型蝦餃王 竟然是一張五市精選粉麵餐 裡面還可以有套餐 上面那一格裡隱藏了一些便宜的食物 竟然這東西12.8是有3粒的 你說多可愛 當然它有兩款食物 另一款食物稍後再說 這個蝦餃雖然12.8 3粒 好似很便宜 但質素就比較一般 第一皮真的比較厚 有些咬下去要考考你牙力 這樣才可以咬得開 所以感覺上這個皮就比較差一點 而裡面蝦的調味也比較淡 蝦雖然是爽 但是告訴你不屬於好吃的那隻 所以這個雖然來到是很熱的 但是我感覺12.8不值得咬 會不會真的正價的那四粒是好吃一點呢 我也不敢說 有些是很有趣的 它專門把不好差一點的食物 放在特價那裡 更漂亮的那些就放在正價那裡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蝦餃燒賣 我就覺得燒賣好吃一點 這個呢 這個呢 屬於蕭美小食裡面的海捷分題 價錢48元 嘩 當然我看到48元 雖然它沒有飯 屬於小食 但是我覺得也要試一試 來到的時候震撼了 竟然那些橡筋呢 即是海捷很多 我也說過了 其實海捷已經很貴的 好像秤金那麼秤 很誇張的 100元一斤 嘩 我看到逐條逐條撿下去 真是紅買今年沒有什麼分別 好像今年這樣 放在這裡 慢慢逐點逐點清 不是100元一斤 而是200元一斤 你想想 100元一半斤 逐條拿出來清 那這裡呢 好吃 夠爽口 夠冷 而分題來說呢 就普通一點了 你看看 撿起頭頭尾尾尾給我 完全是沒有了那種 中間一片片很多肉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呢 你問我抵不抵吃 都叫抵的 但你問是否到最底呢 我又覺得不是 那就說說蒜蓉醋 嘩 這個蒜蓉醋好好吃 我想買打包回家 第一 它是有放些乾蔥 你看看 嘩 是紅蔥頭那種 就是這樣 斬碎了 再加點酸醋 辣椒 來混合它 它加了少許糖 所以比較甜甜的感覺 好吃啊這個 想不到這碟東西 好吃在酸醋 但沒理由這麼搞笑的 為了一碟酸醋 叫一碟分題 當然不會了 我都是叫分題 而叫酸醋 這碟是上湯炸粉果 一碟有三隻 屬於大點 價錢27.8 其實它都會跟一碗上湯放在旁邊 幅圖跟這裡的賣相都不枉多樣 今次就很滿意了 為何我這麼說呢 起碼跟餐單裡面的賣相都差無幾 弄開了一塊給你看 裡面其實滿泡蝦肉的 爽口彈牙有鮮味 還有有小部分金筍粒 不過切到很小粒很小粒 擺放的位置都是比較少 另外有芫荽 不過都是比較少 裡面炸完之後的效果 有部分粉漿仍然是比較濕 比較粒的狀態 但是幸好外皮真的炸得很鬆很脆 有點像在吃酥皮的感覺 還要是不膩不飽 不膩不滴 沾了上湯一起吃 真的非常享受 上湯它給了半碗 用剛才的皮蛋瘦肉粥的碗 裡面放了很多很多狗黃 拿到上桌的時候是熱辣辣的 顏色都很像蝦子撈麵粉麵檔的湯 雖然喝不到有大地魚蝦子的味道 但是真的零零射射射 好像油炸鬼剛剛即炸完 浸在粥裡 一起吃的時候 還有部分是脆口的感覺 這個上湯炸粉麵 是我這麼久拍片以來 應該是第三次試吃到的 今次的效果是最好 這碟是香煎韭菜餃 一龍有三件 屬於終點 價錢23.8元 其實今天回家一定要喝涼茶 因為我只是不下子 已經介紹了三項煎炸的食物 還未計算 未來還有一項煎炸 所以我看怕也要問一問老公 要不要熱氣 一點點吧 應該都熱氣了 回去買些銀焗爐喝 不過家裡還有些銀焗爐 我們看看會不會在下面 有沒有些涼茶店買些涼茶喝 香煎韭菜餃 其實有些地方不是用炸的形式 是用半煎炸的形式 即是看見的皮 也有一點好像剛才那隻 魚翅餃的皮 不過煎到有些焦香位 亦都可以叫香煎 不過原來這裡一拿出來 真的用炸的模式 所以見到那些皮 已經是脆脆脆 好像炸雲吞一模一樣 裡面的餡料 我真的不得不讚它 其實這裡差不多做了每一項包餃的餡料 咬下去的濕潤度真的好足夠 不會覺得是雪藏了很久 乾燥燥冰冰那種 仍然吃到有鮮肉的味道和汁水 而韭菜方面這裡就不算落得太多 其實弄開了一隻給你看 你都見到韭菜擺放的位置都不算太多 所以見到脆綠的部分都是比較少 咬下去韭菜本身濃郁而獨特的香味 就會覺得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醃料方面它就調教得不錯 肉和韭菜的味道都很匹配 而且吃進口的時候很順口 最重要外皮炸完之後夠脆口 而且不是很厚 吃完之後都不會覺得很利好制那種感覺 但是這裡的逼油功夫始終都是比較差 所以見到碟底雖然沒有佔一張索油紙 但是仍然是泛油光 都有中等的程度 幸好吃進口的時候就不算太油膩 整體上跟剛才我第一碟讚去的鮮蝦腐皮卷 那個口感和形式都差無幾 最後我們因為有多項煎炸食物都要配潔汁 只是給了一碟我們就點其他兩項煎炸食物 這裏可能可以跟全賽員說給多一碟 不過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提出 想著都應該足夠了 好 接著都是說說餐子裡的一個特價產品 紅燒脆皮乳鴿 36.81隻 這個乳鴿我們都放了一段時間 當然來到也看到不太精神 為什麼呢 看不看得到好像謝老臣一樣 皮是全的 你看看頭部 完全不行 再加上一吃就像龍乳鳳 給你看看 這個位置應該比較濕 它也是很乾身 所以感覺上吃下去 就真的完全沒有那個juicy感 但它的調味又調得不差 唯一很有趣的 這裏的調味 又或者可能它做完之後 跟燒鵝放在一起 它有些燒鵝的味道在 即是猜你猜不到 真是猜不到 猜不到 雖然它比較小 但我覺得它又做得一般 36.8來說 如果你特價 我覺得比較貴 如果你收正價 更加貴欠 當然它也配有華鹽和潔汁 這個大家也知道 我和老婆就不會爭 一人吃一款 這個話 等老婆試完 最後總食評 看看會不會說一下 這件事的留言給大家聽 因為我就感覺一般 這個真的不值得叫 這碟是香西牛肉腸 一碟有三條 屬於大點 加前27.8 拿到上桌 的時候 全賽員就站在飯哥的後面 原來它淋了甜醬油 才放上桌 其實它一放上桌 已經趕著好像送 第二張桌 那樣的模樣 所以我們都沒有特別要求 它需不需要加多些甜醬油 那望見腸粉的模樣 都正正常常的 牛肉腸方面 其實它的餡料 都放得挺適量 而且吃進口的時候 都挺欣賞 腸粉皮 夠薄夠滑 雖然不是我吃過最滑的那種 但是 起碼我覺得它已經足夠滑到 還有有煙韌度 不算太黏太稠 那種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絕對沒有黏稠 它就不是的 因為我剛才弄開 腸粉皮的時候 都有少少貼著筷子 但起碼不會黏牙的感覺 而這道碎牛的感覺 不是好像平時我們吃 鍋打牛肉飯那種碎牛 是比較煙韌 比較滑 它是比較有少少 好像肉沫的狀態 是粉狀 麵狀 還有有少少粒狀 但是吃進口 總算有牛肉味 還有最感受到 不是香西的味道 是蔥粒的味道 還有它也有落馬蹄 有幾個位置都找到馬蹄 這裏也有 這裏也有 而香西我很努力找的 一條都找不到 整體上 其實這條香西牛肉腸 我是相當滿意的 只不過它的名字 改一改 不要叫做香西牛肉腸 就會更加好 因為腸粉皮也算是好吃 餡料也是很OK 最重要是 拿到上桌的時候 是熱辣辣 還有甜豉油也調校得很好 幾樣東西都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整體上就很滿意這碟香西牛肉腸 這是鮮蝦鳳眼餃 價錢31.8元 屬於特點 一龍油四隻 鳳眼餃來到其實也很熱 剛才 奈何我們真的擺太久了 想不到 這個鳳眼餃 它的皮膚推得很好 第一 它是用粉皮膚的厚度 不能吃蝦餃 蝦餃用了這個皮膚的厚度 就不好吃了 裏面的芹菜很精神 為什麼呢 一咬下去很有獨特的香味 嘩這個真的棒 還有蝦都比較爽身 這個這樣 我剛才整隻放進口裡吃 真的很好吃 現在我弄開給你看 真的不差 而且蟹子雖然放進去蒸 都沒有蒸到完全過濃 咬下去沒有脆口的感覺 仍然保持有脆口 不差 這個雖然冷了吃 我相信熱吃會更加好吃 其實我們看到有下午茶忍不住口 現在老婆也在吃一碗下午茶的食物 現在我們再推介 我可以告訴你 這裡是以入單計的 不是入座計 剛才我們很早來到坐下 其實我們可以坐到下午茶 才點東西都可以 所以這裡不錯 我覺得不需要等到下午茶 才入座 可以早一點入座 到下午茶 那就很好 嘩 介紹第十二樣食物 是明爐燒鵝奶粉 東來流餡茶時段其中一行 價錢23.8 供應時間是下午2點至4點半 其實市映就跟我們說 每一張桌子都會派下午茶餐單 不過如果你想點 一定要搭正2點之後才好點 最初我們都對下午茶任何食物都沒什麼興趣 不過看看看看 蛤?燒鵝奶粉23.8 一碗? 就不妨點來試一下 其實它另外有一個燒味雙拼奶粉是26.8 我們看到燒鵝吸引一點 就當然是試燒鵝 燒鵝奶拿到上桌子的時候 正是主角燒鵝有6塊 我試了中間最小的那塊 肉味是醃得足夠的 還有是結實的 鵝肉 咬下去不是煤 不是軟的 是有少少少少頭 鵝皮下面也看到有油脂在這裡 咬下去是份內有鵝油的香味滲出來 但是我夾給你看的時候 你都已經知道鵝皮不會是脆口那種的了 但是23.8 我絕對沒有任何要求 奶粉方面它比了很多 我已經吃了半碗以上的了 奶粉是蠻好吃的 它不是很粗的那種奶粉 它是比較油 但是有煙韌度 不是一夾就碎了 現在這些是我咬開才碎的 最欣賞除了燒鵝和奶粉之外 湯底是夠熱 還有有剛才少少少上湯的味道 不是很濃 但是它是沒有燒味味 喝下去都是不像用鹽不調味那麼簡單 它是有少少少剛才好像我說 炸粉果那種上湯 少少少瑤柱味這樣的味道 它也不是純粹是雞湯來的 還有在這裡都給的幾闊路 因為只是菜心它都半了好幾條 我都吃了一堆的了 那些菜心狂是錄得剛剛好 還有我吃的那些有狂有孽 都感受到菜心的清甜味 是挺好吃的 整體上23.8 有這樣的質素 這樣的份量的燒鵝奶粉 相當不錯 值得一試 最後它的醬料方面 都給了一碟酸梅醬令上 酸梅醬挺好的 不是包裝給你自己擠進碟裡 任你尖醬的 其實看上去都像自己調配的酸梅醬 或者是一大桶那種 就不是一包包裝那種 酸度、甜度都足夠了 點氣燒鵝上來 份內覺得燒鵝好吃 好了來個美人照鏡 老婆那碗奶粉 只剩下湯而已 她都喝起來 接著說說最後總食評 好了接著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東來樓都新開的 看上去裝修都不錯 還有夠光猛 冷氣很舒服 不過未去到最冷的那種 我比較喜歡冷 雖然食物可能會冷得很快 但我覺得個人感覺會舒服很多 今天吃了12樣東西 嘩誇張 叫下一樣 叫下一樣 398元 不貴 12樣東西 今天其實推介有這個燒賣 哇燒賣真是切肉 還有肥豬肉比例最少有3-7 雖然它沒有菇香味 但我覺得不錯 還有那個炸粉果 炸粉果的點湯 竟然那個粉果是夠鬆化的皮 嘩 有點像那個炸糊角的 表面頭那層皮 鬆鬆的 挺好吃的 想不到 真的這兩樣東西 真的不差 其餘事 讓我老婆說說 因為今天真的太多東西 如果要續樣推介 真的不行 說性價比高 當然是最後一碗 下午茶的燒鵝奶粉 23.8元有6塊燒鵝奶粉 奶粉質素相當不錯 湯底又夠熱 還有好味道 最緊要它連菜都這麼闊 給了幾條挺好吃的菜心 這個性價比相當高 其次如果說午市那方面 我比較喜歡吃皮蛋收肉粥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的片 都知道我不喜歡吃比較稠 比較稠的粥 都是喜歡吃比較稀 比較薄的 這裏真的用了十足十 味道調教得相當不錯 還有拿出來夠熱 真的很難得 雖然是臭米氣 但也是好吃的 有點像永龍竹品店的艇仔竹 一模一樣 另外它比較少有的懷舊魚翅餃 都做得相當不錯 我很怕吃魚翅餃 乾燥燥的 這裏做得好濕潤好飽滿 餡料好豐富 吃下去一點都不會覺得好利好濕那種感覺 還要想多吃第二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懷舊魚翅餃 真的做得相當不錯 整體上我滿意這裏的點心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不好吃 還有這裏的服務都算不錯 裝修又好新正 還有學老公說的 冷氣夠涼坐得特別舒服 還有這裏樓底藝也不算太吵 好滿意這裏吃得好開心好飽 今天下雨我們選擇了過來這裏吃點心 起碼覺得是開心的 不是覺得不滿意才離開的 所以這裏都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我今天說的是這麼多 再說多次 這裏其實下午茶以入單計 你可以早過2點進來坐下 跟著等2點才入單吃下午茶都可以的 還有茶錢全日都是一個價錢的 不會說下午茶便宜一點 正餐便宜一點 所以沒所謂 大家如果有時間 先早點坐下 等下午茶才熬食都可以 最重要大家時間適合就可以了 還有不要說坐得太久 坐坐會有點肚餓的會 不要說又押著人的桌子 始終早只是早一點就好了 不要做得太多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裏了 請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只說點心裡想推介三款少一點的給你聽 有流沙麻蓉包 有蛋黃蓮蓉包 還有雞絲粉卷 這些都是外面比較少有的點心 好了下次再找個下間介紹給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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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